中華郵政八年前開始 購置電動機車 不過如今卻出狀況 投地途中突然扣一身 龍頭瞬間斷裂 讓郵務士嚇壞了 幸好當時沒有加速 往道路行駛 才沒發生意外 畢竟輕責擦傷流血 重責被其他車輛黏過 類似電動機車龍頭斷裂情況 三年內至少已經發生七起 其實許多郵務士 都會在車頭上裝籃子 放信件 機車行業者坦言 不建議在龍頭上裝籃子 容易斷裂 而電動車品牌也表示 在儀表上方加裝置物價 導致車輛異常損壞 屬於加裝使用問題 並不是設計與製造瑕疵 中華郵政則回應 目前投地機車中 電動機車比例約41% 車輛都有定期保養 騎乘發現問題 也都有通報廠商檢修 目前已啟動 全面檢修作業 就判保護 有物事 生命安全 TVBS新聞 王新唐劉萱 台北通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道 報道 報道